我一夜都没有合眼 离开我受惊的时候越远 我的凝聚反而越大 这种情况未免有点反乎常情 尤其是的反乎一般处于恐惧心理中的生物的常态 原因是对于这件事 我不断地用一些大惊小怪的想法来吓唬自己 因此专门向坏处想 虽然我离开它已经很远了 有的时候我幻想着这一定是魔鬼在作祟 于是我的理智就随声附和地在支持我这个假定 我想其他的人类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呢 把他们带到岛上来的船只又在什么地方呢 别的脚又在什么地方 一个人怎么可能来到这里呢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说魔鬼在那个地方变成人的样子 仅仅是为了留下一个脚印 那又未免毫无意义 因为它无法断定 我一定会看得见 我认为魔鬼除了留下这个孤零零的脚印之外 很可以找到许多其他的办法来吓唬我 因为我是住在岛的另外一头 它绝对不会头脑这样的简单 把一个记号留在我十有九成看不到的地方 而且要把它留在沙上 只要一起大风就会被海巢冲得干干净净 这一切看起来都不能自圆其说 都不符合我们平日对魔鬼的看法 因为我们一向把魔鬼看作一个乖巧狡猾的家伙 许多这一类的事使我不得不承认 一切关于魔鬼的依据都是没有根据的 于是我很快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这一定是一些更危险的生物 就是说是对面大陆上的一些野人来跟我作对 它们乘着独木船到海上咸游 或者是碰到了极流 或者是碰到了逆风 偶然来到这个岛上 上岸之后 因为不愿意留在这个孤岛上 又回到海上去了 当这些想法在我的头脑当中盘旋着的时候 我起初心里倒很庆幸 觉得自己当时幸而没有在那边 也没有给他们看见我的小船 要是船给他们看见了 他们一定会断定这个小岛上有居民 说不定要进一步地搜寻我 可是紧跟着我又往可怕的方面胡思乱想起来 觉得他们已经发现了我的小船 并且已经发现这岛上有人了 又想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前来把我吃掉 就算他们找不到我 他们也会找到我的围墙 把我的谷物通通地毁掉 把我的羊汁通通地截走 最后我只好活活地饿死 恐惧的心里驱走了我的全部宗教上的希望 我从前因为亲身受到上帝的好处而产生的对上帝的信仰 现在完全消失了 就仿佛他过去虽然曾经用神迹赐给我饮食 现在却无力来保护他所赐给我的那些粮食似的 于是我痛责自己偷懒 不肯多种一些粮食 只图能够接得上下一季就算了 就像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叫我享受不到地里的收获一样 这种自我责备我觉得很有道理 因此我决定今后一定要预先囤积好两三年的粮食 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因为缺乏面包而送到性命 在造物的手中 人生是怎样一个光怪陆离的东西啊 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人类的感情怎样变幻无常啊 我们今天所爱的往往是明天所恨的 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往往是明天所逃避的 我们今天所愿望的往往是明天所害怕的 甚至是胆战心惊的 现在我自己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 以前我觉得我的最大的痛苦 就是被人类社会所摒弃 孤身一人被无边的大海包围着 与人士隔绝被贬入一种寂寞的生活之中 仿佛上天认定我部族与生人为伍 部族与同类并劣似的 我觉得假如让我见到一个人类 那就不亚于使我死而复生 那就是上天所能赐给我的最大的福气 仅次免除我人间的罪迁登上天堂 而现在呢 只要一一心可能看到一个人类 我就会全身发抖 只要看到一个人影 看到有人到岛上来的不声不响的痕迹 我就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人的变幻无常就是这样 我经魂否定以后 对于这个问题产生了许多离奇古怪的想法 我觉得我当前的生活 正是大智大人的上帝替我安排的生活方式 我既然无法预知天意对我的最后的目的何在 就该绝对地服从他的无上主权 因为我既是他所创造出来的 他就有绝对的权利按照他的意思来支配我 安排我 我既然冒犯过他 他当然有法律上的权利 加给我任何的处罚 我就应当对他的震怒 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 因为我对他犯了罪 于是我又想 既然公正而万能的上帝 认为应该这样处罚我 我当然也有力量拯救我 如果他认为不应该拯救我 我的责任就是绝对地毫无保留地服从他的意志 同时另一方面 我也有责任对他抱着希望 向他祈祷 不声不响地听从他的圣意的吩咐和指示 这一类的思索花去了我许多小时 许多天 甚至许多星期 许多月 思索的结果 在我的身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影响 不能不在这里提一下 有一天清早 当我正躺在床上 满脑袋想着野人的出现对于我的威胁的时候 我心里觉得非常不安 这个时候 我忽然想到圣经上的话 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于是我高高兴兴地从床上爬起来 不仅觉得心里安慰得多了 而且好像得到指示和鼓励一样 诚心诚意地向上帝祈祷 恳求他的拯救 做完祈祷之后 我拿起圣经把它翻开 第一眼就看到了下面的话 等候着主吧 仗着胆吧 他将使你心里充满力量 等候着主吧 这几句话所给我的安慰 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于是我满心感激地放下书 心里不再难过了 至少在当时 我正在这样东想西想 疑神疑鬼 反省默想的时候 忽然有一天 我觉得这一切 也许是我个人的幻觉 那脚印也许是我下船登岸的时候 留下来的 这样一想 我的精神稍稍为之一振 并且开始使自己相信 这都是我个人的幻觉 相信那只不过是我自己的脚印 我想 我既能在那个地方上船 为什么不能在那个地方下船呢 我又想 究竟我踩过什么地方 没踩过什么地方 我自己也无从确定 如果将来有一天 发现那不过是我自己的脚印 那我就活像那些傻瓜 自己想办法编造出一套鬼怪故事 而自己倒比别人更是大惊小怪 于是我胆子又壮了起来 想到外面去看看 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出我的城堡了 快要没有东西吃了 因为家里除了一些大麦饼和水 几乎是一无所有 于是我又想到 那些山羊也该挤奶了 那些可怜的牲畜 好久没有挤奶 必然痛苦不安 而事实上 由于没有挤奶的关系 有好几只山羊都给糟蹋掉了 没有奶了 因此我就壮着胆子 尽量教自己相信 那不过是我个人的脚印 相信我是在自己吓唬自己 我又开始走到外面 跑到我的别墅里去挤羊奶 假如有人看见的一路上 那种担惊害怕的样子 看见我不断地往身后张望 时时刻刻都准备 把筐子丢下来逃命 他准以为我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或者是最近受过什么 极大的惊吓呢 可是我一连跑去挤了两三天奶 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的胆子就慢慢地大起来 以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仅仅是我的想象 在那里捣鬼罢了 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点信不过 除非我再到海边去一趟 亲自看看那个脚印 用自己的脚去比一比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大小 我才会确信 那是我自己的脚印 不料 我一到了那边 首先显而易见的 当初我停放小船的时候 绝不可能在那一带上岸 其次 即至我用自己的脚 比那个脚印的时候 我又发现 我的脚比它小得多 这两年的事情 使我头脑当中 重新充满了胡思乱想 并且使我欲气上冲 结果我就像一个发疟疾的人似的 浑身颤抖起来 于是我又回到自己的家里 深信已经有人在那里上过案 或者说 说得简单一点 深信 岛上已经有了人 说不定什么时候 出息不意地 对我来一次棋息 至于采取什么措施 才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 我简直是忙无头绪 人们在受恐惧心情支配的时候 他们所做出的决定 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啊 凡是理智向他们提供的办法 都给恐惧的心情所取消了 我初步的打算 就是把我那些围墙拆掉 把所有的驯羊都放到树林子里去 任凭他们变成野羊 免得敌人发现他们 为了获得更多的羊汁 而经常到岛上来 其次 我又打算 索性把那两块古物田挖掉 免得他们在那里找到这种古物 更是经常到岛上来 再其次 我又打算 把我的毛舍和帐篷毁掉 免得他们看出助人的痕迹 进一步地往前搜寻 把住在这里的人找出来 这些都是我第二次回到家里以后 头一天晚上 胡乱想到的问题 种种疑虑都盘踞在我的头脑里 非常的活跃 并且像白天一样 使我欲气直冲头点 由此可见 危险的恐惧实在是 比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危险 本身还要千万倍的 使人心惊肉跳 而比这一切更糟糕的是 我平常总是希望 自己能够听天由命 现在祸事来了 我却无法从听天由命当中 获得安慰 我觉得我好像圣经里的扫罗 不仅埋怨非力士人攻击他 并且埋怨上帝离开了他 因为我现在并没有采取 应有的办法 安定我的心灵 没有在灾难中 向上帝大声地呼吁 没有像以前那样 把自己的安全和解救 完全交给天命 假如我那样做了 我至少会以更乐观的态度 去对待这新的意外 甚至会以更大的果断 度过难关 我这样乱糟糟的东想西想 一夜都不曾合眼 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 才昏昏睡去 由于用脑过度 精神疲惫 我睡得很寒 醒来之后 我觉得心里 比以前的任何时候 都安定得多了 我开始冷静地考虑 当前的问题 经过激烈的内心辩论 我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这个岛既然这样风景宜人 物产丰富 而且离大陆又这样的近 当然不会像我想象了那样 完全没有人迹 这地方虽然没有固定的居民 有的时候也不免有一些大陆上的船只靠岸 那些人到这里来 有一部分是有所企图的 有一部分可能是被逆风吹过来的 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稀少 因此我在这里已经住了15年了 还没有见过一个人一样 而且即使他们有的时候被逆风吹到这里来 他们也是尽可能地赶快离开 因为一直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不曾认定这里是适与久居的地方 对我来说 最大的危险不过是大陆上那三三两两的居民 偶然在这里登岸 可是他们被逆风吹过来 完全是出于不得已 因此他们绝不肯在这里留下来 一来了就要设法赶快离开 很少在岸上过夜 否则的话 等到潮水过了 天色黑了 他们就困难了 所以我现在只需要找一个安全的退路 一看到有野人登岸就躲起来 别的事情用不着担心 我这个时候深深地后悔 把山洞挖得那么大 并且在围墙和岩石闲击的地方开了一个门 经过充分的考虑 我决定在我的围墙外面 在我十二年前植了两行树的地方 再筑起一道半圆形的壁垒 那些树都种得非常严密 现在只需要在树干之间打上一些木桩 就可以使它们更加的尖密 很快地完成我的围墙 这么一来 我现在已经有了双层的墙 我在外墙上加了不少的木料 旧缆锁和其他的东西 使它更加坚固 又在上面开了七个小洞 大小刚刚伸得出我的手臂 在墙里面 我不断地从我的山洞里搬出一些泥土 倒在墙角上 用脚把它踩实 把它的墙加到十尺多宽 这七个小洞是预备安置我的短枪的 我有七支短枪 都是从船上运下来的 我把这些短枪安置成大炮的样子 用一些架子把它们织起来 使我在两分钟之内可以连开七墙 这道墙 我辛苦了好几个月才把它完成 没有完成以前 我一直感到自己不够安全 完成以后 我又在墙外的空地上 四面八方 秘密地插上了一些 容易长大的杨柳树的庄子或材质 差不多插了两万多颗 并且在它们与围墙之间 留了一条很宽的空地 以便有充分的空间去看到敌人 而且万一敌人企图走进我的围墙 它们也没有办法在我的小树中间取得掩蔽 这样不到两年的功夫 我就有了一片浓密的树丛 不到五六年的功夫 我的住所面前就长起了一片森林 长得这样浓密 这样粗壮 简直是没法通行 不管是什么人 都万万地想不到 它后面有什么东西 更不用说有住人的地方了 至于我替自己安排的进出办法 是搭两只梯子 把一只靠在树林子侧面 岩石底部的地方 岩石上有一个折断面 可以放第二只梯子 这样把两只梯子拿开之后 任何人想走进我的城堡 都要受到伤害 就算能够走进我的城堡 也还是在我的外墙以外 我现在可以说是用尽了人类智慧所能想得出的一切办法来保护我自己 从后面就可以看出这些都不是毫无道理的 虽然我现在所感到的只是抽象的恐惧 并没有遇见到什么 我一面做着这项工作 一面也没有忽略别的事情 我对于我的羊群还是非常关心的 他们不但可以随时供应我的充分需要 免得我浪费火药和子弹 也省得我费力气去追捕那些野山羊 我不愿意放弃他们现在给我的便利 以后再去从头训养 我考虑了很久 觉得只有两个办法可以保全他们 一个办法就是另外找一个适当的地方 掘一个地洞 每天晚上把它们赶进去 另外一个办法呢 就是再缺两三块小小的地方 彼此相隔很远 越隐蔽越好 每个地方养六七只羊 万一大羊群遭遇了不幸 我还可以费点事 费点时间 把它们再养起来 这个办法虽然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劳动 却是一项最合理的计划 于是我花了一些时间 去探寻岛上最优僻的所在 我选定了一个地方 真是非常的幽静 完全合乎我的理想 它是一片小小的湿洼地 正在一片浓密的树林中间 这森林正好就是我从前从岛的东部回来 几乎迷了路的地方 我在那里找到了一块没有树木的平地 大约有三英五大 四面有树木环绕 几乎像一块天然的圈地 至少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劳力去圈它 像我圈别的地方那样 我立刻就在这块地上干起活来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我已经把它的周围打好了梨墙 拿来容纳我的羊群 它们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野了 相当安全 于是我一点也不敢耽搁 马上就移了十只小母羊 和两只公羊到那边去 搬过去之后 我又把我的梨墙继续加工 把它做得同旧有的那个梨墙一样的牢靠 所不同的是 我那旧有的围墙 坐起来的时候比较从容 所花费的时间也多得多 我所以这样不辞的辛苦 纯粹就是由于我看到了那只脚印 产生了种种的疑惧 其实我至今还没有看见任何人到岛上来过 我现在已经在这种不安的心情下 生活两年了 这种不安 使我的生活远远不如以前那样舒服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 只要他知道一个人成天提心吊胆 深怕有人害他是一种什么滋味 还有一件痛心的事 就是我这种不安的心情 对于我的宗教观念也有绝大的影响 我因为时刻担心落到野人和食人生番的手里 简直没有心情祈求上帝 至少在祈祷的时候 已经没有我平常的那种宁静和知足的心情了 我祈祷的时候十分苦恼 精神负担很大 仿佛四面都是危机 每夜都有被野人吃掉的可能一样 我可以从经验上证明平静的 感激的敬爱的心情 比恐怖和不安的心情更适合于祈祷 一个人在大祸临头的恐惧之下 比起他在病床上抱着忏悔的目的 更不适于安心祈祷 因为这种不安影响一个人的心灵 正如疾病影响肉体一样 并且因为不安是心灵上的缺陷 其严重不亚于肉体上的缺陷 甚至超过肉体上的缺陷 因为祈祷是心灵的行为 不是肉体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